加州EDD暫停發放失業金 用戶需要身份驗證 由於失業詐騙案不斷發生 加州就業發展局EDD暫停被認為高風險 失業申請者的申請深刻 EDD星期日發推文說 當局通知了受影響的居民 他們的身份將需要驗證 從這個星期開始 失業者在得到身份驗證後 才能恢復支付失業金 EDD官網將在未來幾天內 公佈更多詳情 今年9月 州長劉森任命了一個小組 專門調查 證額而未支付的失業申請 疫情期間 EDD受到大規模的欺詐 欺詐金額高達20億元 包括支付被監獄囚犯的4億元失業救濟金 天下衛視記者 李嘉儀報導